一個意外奪血了高永發的生命 罪魁禍首可能就是這塊木枕 吊備車翻則奪命 煤爛木枕野火 意外發生之後 去到現場幫手扶正的車的風哥 已經開了四十多年吊備車 他就解釋因為地面不穩不受力 所有機腳底都要佔塊木枕下去 以防地面裂開 他就說現場的木枕 網絡有點煤 不排除是近日多風雨 木板斷裂 香港專業釣運聯會主席吳國榮就說 用木枕戰機腳世界通行 因為一塊用堅木造的木枕 就算風出雨打 行行地都用到二十年以上 他看過的照片就說 木枕的色水和外觀都不錯 未必關木枕事 今次的意外可能是違規操作 沒有做好支撐平衡啊 中流水和外觀就好 都流水和外觀看 你怎麼會看 你怎麼會看 大家只需要